土耳其叙利亚强震 死亡人数超过一万五千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湾前往灾区视察 探称救灾不利 地震至今已经过了三天 救难人员持续从瓦砾 一堆中巡获生还民众 迪士尼宣布企业重组将裁员七千人 目标节省五十五亿美元成本 并让自家串流产业赚钱 此举让股价大涨近百分之五 同时各大企业也掀起一波远距工作 或回公司上班之争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战后第二次出访 先快闪英国 再到巴黎会见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 接着将前往比利时出席欧盟领袖峰会 希望各国军援更多武器 北韩建军七十五周年晚间举行圣党阅兵 金正恩再次带着九岁女儿参加晚宴 可能有意让她成为接班人 象征是人民领袖 智慧穿戴买剂年年上升 日本越来越多人拿着智慧手表到医院求诊 医院因此开设专科门诊 利用穿戴装置预防发现病情 欢迎起来Focus全球新闻 头条我们依旧看的是您高度关切的土耳其叙利亚强症 第三天零星奇迹生还的消息还是传出了 不过总的罹难者数目现在已经逼近两万人 到星期四截稿为止已经超过一万七千人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承认 救灾一直有疏失 而且控制舆论 禁用推特来打击批评政府的声音 叙利亚政府军则是和俄军联手封锁了边界 反抗军控制的地震灾区有数百万人 现在在严寒的低温下根本得不到援助物资 台北时间2月9日早上 土耳交界强症后超过六十小时 两国总共已有超过一万五千人罹难 镇阳卡拉曼马拉斯灾区 希望随着时间流逝变成悲伤 尽管有些奇迹般获救的好消息传出 但大部分幸存者等到的是绝望的现实 白法人送黑法人 已不仅是哀伤而是对命运的愤怒 富人哭到昏厥 土耳其开征地震税24年 如今豆腐渣工程遍布全国 害得成千上万人在强阵中罹难 土耳其当地救灾体系也没有及时发挥作用 总统埃尔多安终于稍微放低姿态 无视民众呐喊 埃尔多安巡视灾区只听简报 也没有拥抱灾民安慰 英国救难队带着搜救犬进入废墟 但距离震灾已经三天多 生还奇迹越来越少 而埃尔多安口中的掌控 竟然包括把救灾重要通讯软体 Twitter封锁 还有18人因在社群媒体上批评 土国政府救灾不力遭到逮捕 但更不幸的是叙利亚难民们 有人辛苦逃到土耳其 却在地震中罹难 幸存者只能暂时住进体育场上的帐篷里 仍受低温严寒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痛批 叙利亚内战让许多12岁以下 该国孩童 有生以来所有的记忆 都是战争和流离失所 现在又遇上强症 叙利亚境内 初步估计至少3000多人罹难 救灾更是困难 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与俄军一起封锁边境 叙利亚叛军控制的西北部地震灾区 约400万人在地震后无家可归 还陷于寒冷饥饿之中 得不到物资补给 叙利亚医疗资源原本就窘迫 现在更无法扛起 医治地震伤者的任务 叙利亚救援志工白亏队 只能自利用轻机具与徒手挖掘抢救 天灾之下还有人祸 土须两国民众都只能泪眼苦叛奇迹 不期待政府 我们全部都在哭 这为什么我不知道怎么说 我们应该祝福神 战争是什么 这女士说 这就是战争 上天为何让强症发生 考验着每个幸存者的信仰 无辜罹难者已没有痛苦 活着的人才要坚强面对考验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 今天我们关注的是 狂暴的裁员潮 高科业界的裁员 从去年一直到现在 那么一般能够理解的是 因为在疫情三年扩张太快 那么迪士尼呢 迪士尼宣布因为要企业重组 将全球裁掉7000个迪士尼员工 可以省下55亿美金的成本 然后呢 让自家的串流产业赚钱 迪士尼呢 这个宣布让他的股价 大涨了5个百分点 在疫情退散之后 继续居家或回归实体办公室的争论 在各大企业里面 依旧是征战不休 鱼肉龙头迪士尼也搭上裁员的列车 周三宣布要大裁7000人 相当于全球总员工数的3.6% 迪士尼执行长艾格 自去年年底回国后 就将削减成本 让串流平台赚钱 视为首要任务 如今开出第一枪 将全公司改组成三个部门 目标省下55亿美元的成本 同一天艾格回国后的第一份财报出炉 从最新营收到迪士尼plus的总定位人数 统统由于预期 带动牌后股价大涨5% 但从积极招聘到大幅裁员 也开始让市场思考 选择权是否又回到了雇主身上 尤其过去两年 全美远端办公的职缺招聘 已经从超过20%的高峰 几乎快要掉回原点 跟进新马克 苹果等等 迪士尼的员工也必须从3月1号开始 一星期回公司上4天班 金融业也一样 除了花旗 摩根大通早在去年8月 就要求半数员工返回一周五天的实体办公 不过这间银行巨头不裁员 反而打算在明年之前 将银行业务人力扩张20% 摩根大通的执行长戴蒙周三接受专访 认为美国经济状况维持得还不错 却也不忘提出警告 戴蒙点名了恶务战争 美中关系都是二战以来变动最大的事件 最新一份盖洛普民调显示 在高通膨高利率和低股价之下 有多达半数的美国人都认为 自己的财务状况比一年前还糟 而提到美国迫在眉睫的举债上限 戴蒙说了重话 他认为另一个同等重要的是 维护好国际关系 戴蒙计划要造访中国大陆 并表示近期的间谍气球事件 不会对他的公司造成影响 增添全球经济风险的不止通膨和违约 欧洲和美国的网络安全官员 已经跳出来警告 一个新的勒索软体集团 正在全球发动攻击 与此同时 曾任美欧国安局副局长 拜登的网络安全顾问英格里斯 将在下星期退休 该部门正准备发布的网络安全策略 恐怕受到影响 TVB新闻总统报道 Focus留在美国 美国总统拜登的国情咨文 获得了高度肯定之后 拜登就开始为他的连任 开始这么早就造势了 他争取支持先来到威斯康星州 诉求的是白人劳工 那么拜登就承认 每个人都可以找到好工作 即使没有大学文凭 保证工作没有问题 民主党是非常想在2024 赢回失落的中产阶级选票 那么拜登这次的国情咨文 着重在经济民生议题 宣布推动杜绝隐藏费用法 也就是禁止企业额外加收 消费者的费用 那么这些都是要主打 一般小民的生活开销 一起来看看 美国总统拜登周三发表 国情咨文 获得超过七成民众的肯定 拜登隔天立刻展开造势行程 为连任争取支持 拜登首站来到了摇摆州 威斯康星州 主要诉求对象是白人劳工 他呼吁国会与他合作 让所有美国人 无论有没有大学文凭 都能找到好工作 民主党希望在2024选战中 赢回失落的中产阶级 拜登在国情咨文中 没有大谈国家经济策略 和方向的远大议题 而是谈民众切身的小花费 他认为银行收手续费 航空公司收行李费都不合理 因此推动杜绝隐藏费用法案 禁止企业收取额外费用 帮老百姓审荷包 拜登还在国情咨文中 批评共和党的一些议员 企图终止医疗和社会保险法案 让民众失去社会保护网 结果被台下共和党议员 大骂是骗子 拜登在威斯康辛州的造势会上反击 公布了这些要费社会保险法案的 共和党议员名单 美中关系目前是美国外交主轴 中国间谍气球事件 外界认为美国是受重创的一方 拜登严正否认 他也在访谈中 分析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的执政处境 他认为中国要与美国竞争 便与俄罗斯友好 在经济上讨不到便宜 拜登两年多来的 执政表现支持者认为可圈可点 但他们却不希望拜登争取连任 高龄还是选明心中过不去的看 拜登在之前竞选总统时 承诺只做一任就交棒给年轻人 很多人因此才选择支持民主党 他们希望拜登能够履行承诺 TVBS新闻总和报道 来看另外一位领导人 北韩的金正恩 北韩8号在平壤金日成广场 举行了记录上最大规模的阅兵军演 集结了超过2万人 大秀军事肌肉 这个里面看起来应该是曝光了 威力强大的新型洲际飞弹 不过一个小女孩胜过所有军武 因为她变成国际报道的焦点 就是9岁的金正恩二女儿叫金主爱 她连着两天跟着父母亲 参加建军节的庆祝活动 金主爱是化了淡妆 穿了西装 跟爸爸金正恩一起占C位 观察家的看法是 金正恩频繁地让金主爱露面 很有可能是宣告 她是北韩下一代的接班人 今年2月8号 适逢北韩人民军建军75周年 北韩在金日成广场举行 史上最盛大阅兵式 聚集两万两千人 北韩战术和部队大秀军事肌肉 威力强大使用固态燃料引擎的 新型洲际飞弹也疑似曝光 夜间阅兵增添庆祝氛围 能靠照明彰显军事力量 不过最引人注目的 还是领导人金正恩 再次牵着9岁二女儿金主爱亮相 妇女两一身黑 戴着礼帽的打扮 复制前领导人金日成 而这也已经是金主爱 第四度公开露面 北韩官媒对她的称呼 从首度现身时的亲爱的 一度改为尊贵的 如今则换作尊敬的子女 显示金主爱地位 已经大幅提升 建军节前一天晚上 金正恩就先带着爱女 参观了人民军宿舍 妇女两一起踏上红毯 李学祖罕见让位 全程保持距离跟在一旁 北韩军队大将总动员 举办庆祝晚宴 欢迎一家三口的到来 金主爱化淡妆 穿上西装盘起公主头 风采已媲美妈妈李学祖 不让女儿专美于钱 李学祖佩戴火星17型导弹造型 金项链也相当吸睛 金正恩去年底就开始平凡让爱女曝光 有关策指出金正恩有意让金主爱接班 将她培养成北韩第四代领导人 可能成为金氏政权首位女性领袖 不过南韩同一部认为 接班说法言之过早 专家则分析 未来金主爱还会频繁出现 金正恩曾经多次传达 要借核武保卫下一代的讯息 金主爱的现身 让金正恩有了正当发展核武的理由 在2月6号召开的劳动党会议上 再次对军事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因应韩美联合军演 金正恩只是做好战备 不过南韩同一部更关注 原本每年只召开 一到两次的劳动党全体会议 时隔两个月又宣布再次举行 还将农业问题定为商讨主轴 难道北韩粮食荒又加剧了吗 北韩农作物欠收 粮食减产 除了因为防疫所国 也和天灾不断有关 有消息人士透露 如今连一项被视为富裕地区的开城 也出现严重饥荒 据传金正恩已经下令 禁止民间市集交易 以控制粮食分配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好来看间谍气球的争论 第三天持续发酵 现在美国国防部初步分析 说整个间谍气球的残害 强调气球绝对不是民用的 还透露中国解放军在过去几年来 在全球各地开展过24次的 高空气球征搜任务 足迹骗起了拉美 南美 东南亚 东亚 以及欧洲 而勤搜重点是台湾和美国 北约秘书长跟着说 要对中国的勤搜手段更谨慎 更激谨 并且加强自保 中国当然是继续否认 美方所有的指控 说这一切都是 美国发动的舆论战 美国国防部周三在有关 中国气球的简报会上 斩钉截铁的指称 这颗入侵美国领空的气球 可用来收集战略情报 因为气球的载重几乎等同一架 台湾离岛航线上的螺旋桨客机 而从目前打捞的残骸 已经发现气球配备有太阳能板 螺旋桨与方向舵 甚至还有自毁爆炸装置 显示可以远端操控 美方更披露解放军 为了取得卫星监控以外的 各国情报 过去几年持续借气球 展开高空勤搜 已经在全球范围 执行至少24次任务 而日本、印度、越南、菲律宾 以及台湾等环绕 以及台湾等环绕中国的竞争对手 更是间谍气球 积极监控征搜的对象 美国CNN调查发现 光是台湾在刚过去的新年 与几个月前 就两度遭中国气球入侵 过去两年至少有四起高空气球 被民众目睹事件 在美方大声疾呼下 欧洲盟友也拉响警报 正在华府访问的北约秘书长 史托腾伯格 周三先后再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与美国防长奥斯丁会谈 表明要与美方合作应对中方 所带来的挑战 尽管美中双方因为这场气球风波 原本稍微看到暖意的双边关系 在线兵点 彼此更互相指责 但包括美国财长叶伦 与国务卿布林肯 仍表示将就出访中国的计划沟通 因此就算美国总统拜登 周三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时 很有针对性的脱稿喊出 但拜登随后接受美国公共电视网专访 被问到这个问题 我想现在中国和美国实际上进入到了 我们过去一个世纪以来 第二次的冷战里面 我们现在正在往这个方向 在快速地在移动 现在可能也没有到最坏的时候 我们可能也要为更坏的情况做准备 这场气球风波为美中关系 甚至是全球所带来的汹涌暗潮 恐怕仍然会继续发酵 TVBS新闻综合报道 生前的秘密 后来让后代子女发现 那么这个在人间的经验里面 或许也常出现 这次德国我们要看一个纪录片 叫做Anima爸爸的洋装 导演本身是一个不爱穿裙子的女性 她在父亲意外过世之后 才知道一个天大的秘密 原来她的父亲喜欢穿女装 于是她透过拍摄纪录片 来看看父亲的遗物 了解父亲成长的压抑和煎熬 同时借由这次机会 检视自己的内在创伤 骑着脚踏车穿越熟悉的街道 没想到却误入学生的恶作剧 62岁的代客来不及好好告别 女儿们焦急地赶到医院 守在病床旁时 突然被妈妈告知 爸爸背负了一辈子 沉重的枷锁 突然的消息还来不及梳理 在整理遗物时才变得格外真实 就箱子内摆放着高跟鞋 还有许多本日记记载了多年来 内心的孤寂 和迟迟无法和女儿说出口的话 我们必须把父亲和母亲都说出口 我们必须说出口 女人上街 滿足真實慾望 但卻這麼剛好 恰恰與父親相反 導演烏利卻是從小不愛穿裙子的女生 欣賞男同學 也親睦女老師 以為自己病了 找治療師卻得不到幫助 也隱隱約約感受到 父親對自己築起的一道高牆 穿茶動畫 記錄影像 德國電影《Anima爸爸的洋裝》 導演把自己的家庭秘密搬上大螢幕 重新凌視成長創傷 聚焦跨性別議題 內心有個小女孩 或者小男孩 生理性別 與性別認同 不相符的時候 究竟要怎麼做自己 又同時保護心愛的人 她開始扮女生的時候 其實她們很小 身四歲 因為那時候她在性別建立 她還是要知道男生的樣貌 跟女生的樣貌 是最基礎的 她過了這個階段 自己有辨別的能力的時候 在接觸上面 不要那麼的刻意地去避免 35歲的Momo-chan是兩個孩子的爸爸 也是英明扮裝 家人都能接受她愛穿女裝的嗜好 而為了實現夢想和維持家計 得斜槓兼差三份工作 在面前跟別人講說 我爸是扮COSPR的 他會生氣 我認為每一個人心裡中都有自己的一個夢 那如果你今天有一個機會 你可以去做 為什麼不去成全 舉凡家庭 職場 甚至是最基本的公共儒策需求 一裝做自己 仍會產生社會衝突 隨著時代的轉變 性別定義跟著浮動 服裝也可以只是個人風格 TVDA新聞總和報導 好 來看歐戰 烏克蘭總統佐倫斯基12月 那個時候訪問美國華府之後 週三他開始旋風式的訪問英國跟比利時 週四到比利時 那麼歐洲行他最重要的目的是 希望再多拿一些軍援 多拿一些武器 各種各樣的武器 他都有提出包括彈藥 遠程飛彈 那麼當中的戰鬥機是首選 佐倫斯基封戰機叫自由之意 輕贈飛官頭盔給英國下一院議長 美國到現在還是拒絕給F16戰鬥機 但這幾天會再宣布20億美金的武器軍援 在德國部分 德國國防部長說 最快3月4月可以交付首批爆二型坦克 烏克蘭戰爭第351天 總統佐倫斯基8號搭乘英國皇家空軍運輸機 飛抵倫敦 是自去年2月開戰以來 第二次閃電出訪 英國首相蘇納克親自到機場迎接 還送上大擁抱 之後驅車前往唐寧街10號關底會談 展開烏克蘭外交作戰 身穿招牌橄欖綠上衣的澤倫斯基 在寒冷的冬日 在英國國會大廈擁有900年歷史 沒有暖氣的西敏廳發表演說 澤倫斯基感現英國人從第一天就力挺烏克蘭 英國至今已提供超過20億英鎊 相當台幣730億的武器和裝備 這天 澤倫斯基力促盟友進一步提供戰鬥機 說戰機將是自由之一 甚至戲劇性的把烏克蘭王牌飛官的自由頭盔 頒贈給英國下議院議長 我相信這個標示會幫助我們 我們的下一個共同 共同的共同 我向你們推動 世界上的簡單 澤倫斯基討戰機話說得白 儘管還沒拿到手 但已經獲英國承諾 將用北約戰機訓練烏克蘭飛行員 是西方軍事支援象徵性的一大步 一直以來西方國家對提供戰機相當保留 因為操作複雜 也怕因此升高戰事 英國也反覆強調提供戰機不切實際 但週三應向發言人松口 表示正在檢視未來幾年可提供哪些戰機 但尚未決定是否給F-35或颱風戰鬥機 應向蘇納克表示不排除任何可能的選項 俄羅斯駐英大使館則警告倫敦不要提供戰機 否則將承擔戰爭升級 以及對歐洲大陸和全世界連帶的軍事政治後果 之後 澤蘇兩人前往英格蘭西南的盧沃斯基地 視察接受挑戰者二型坦克相關訓練的烏克蘭軍 澤倫斯基也去了白金漢宮 為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 他在國會演說時 也特別提到查爾斯具飛行員資格 三具不離這一次的戰機主軸 晚間 澤倫斯基抵達巴黎艾利謝宮 法國總統馬克宏同樣給他個友善的擁抱 連同德國總理肖茲一同入內 象征澤倫斯基與德法關係轉變 以改戰爭初期 直指兩國沒有提供足夠的援助 澤倫斯基說法國和德國有機會成為改變戰局者 只要毫不猶豫提供重型武器和現代戰鬥機給烏克蘭 週四 澤倫斯基將轉往布魯塞爾出席歐盟峰會 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 同樣在針對軍武進行遊說 同時迅速啟動烏克蘭入歐盟談判 接著Focus轉向中國大陸 中國現在國門解禁 陸客團友已經恢復了 航空業現在不斷的招聘 春秋航空在三年之後辦實體招聘會 要錄取三百人 來了兩千人面試 另外短片平台抖音 在北京成都到上海都要招工 而他們找的是外送員 意外曝光要跨足外賣市場的消息 女生梳著包頭 男生打著領帶 相當正式時隔三年大陸春秋航空 舉辦線下週聘會 一早公司上海總部門外 就有大批應徵者排隊 現在大四沒有課了就來試一下 我覺得現在疫情放開了 應該會越來越好的 現在疫情好了 民航業不輸了 機會多了就來了 這回釋出的職缺 包括空服員地勤 還有維修工程師等六大類 三十種崗位 預計總共要錄取三百多人 但到現場面試的就多達兩千人 不少還是先前因為疫情失業的空服員 這個旅客增量會越來越多 而且我覺得大家選擇 聯航的可能是意願也會越來越多 光春運期間 春秋航空累積成運約兩百七十萬旅客 航班量恢復到疫情前八成 面對接下來國際航班將有一番增長 繼續人力 我們這一次的考察項其實更加關注的是 面試者的一些特殊情況的一個處置 不只是春秋航空 航空業搶人大戰開啟 東方航空海南航空 大陸從放完春節假期後 人力市場活絡 不論是企業獨立爭財 各地大型週聘會 一場接著一場 就將進行一場週聘會 請上百家企業參與 其中不乏高薪職缺 人才的儲存量還是不太夠 至少二十萬馬上走 可能五十萬 甚至說如果有重大的一些技能突破 我一百萬都可以 最搶手的莫過於疫情前 就很缺的技術類人員 而過去企業提前到職業學校 預約人才的方式再度出現 而製造業搶工人 這招最特別 出家門 上樓門 下樓門 進掃門 企業人資直接搭乘各地發出的物工專列 在火車上交控 雙方談妥了 下車直接進廠房報到 大陸短片平台抖音 近期也在北京成都上海 發出真才訊息 不過找的卻不是影音網站相關人才 而是外送員也意外曝光了 抖音將跨足外賣市場消息 抖音澄清外賣服務 只在三個城市市點 目前並未計劃要在大陸全國推行 先前百度也曾跨足外賣市場 最後卻黯淡收場 但專家分析 現在市場進入疫後復蘇 抖音入局或許有機會 一個新的競爭者的入局 我們會覺得說打破原有的平衡 也可能會對這邊原本可能說 已經是不變了的江湖帶來一定的波動 大陸疫後復蘇 企業抓緊時間點 拓展市場 搶人才 TBBS新聞綜合報導 您有沒有智慧穿戴裝置呢 很多人用它來管理健康 日本的醫學界發現 越來越多人是拿著智慧手錶的 監測異常結果去診間 有醫院干脆設了專科門診 一同及早發現病情 然後就及時治療 拓案電話響起 接起來又沒人說話 消防人員只能趕著急 這個冬天 日本幾大滑雪盛地的勤務指揮中心 不停出現如此場景 原因是遊客滑雪跌倒 智慧手錶的跌倒偵測功能啟動 替主人主動報警 搞消防隊忍揚麻煩 智慧穿戴裝置 隨著科技越來越強大 雖然有時太過聰明 反而造成麻煩 但只要運用得當 智慧手錶還能幫忙查案 刑事案件若涉及人員死亡 往往需要掩屍 假如遺體損傷嚴重 或沉失已久 法醫有時也束手無策 但死者若有佩戴智慧手錶 就能依循紀錄 對照心跳 血氧狀態 不僅能推敲死亡時間 也能分析是否有他殺可能 法醫界有所期待之餘 醫學界其實已經開始利用智慧穿戴裝置 輔助醫療 齊富縣這間醫院近來發現不少民眾 拿著智慧手錶的健康提醒來求診 於是乾脆開設專科門診 利用手錶預防病情且急早治療 你自己的記錄有記錄嗎 有記錄 57歲的男子兩年前被手錶與手機警告 有心防戰動的危險 嚇得他趕緊帶著裝置找醫生 心臓は必ず等間隔で規則正しく動くんですけれども 波形の山の間隔から急にここに脈拍が伸びたりとか そういった点から心防細動と診断す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かなり脈が上がって180という状態だったんで 座ってるだけの言葉も発せないという状態が 早期発見につながって 心防戦動是常見的心率不整 容易形成血栓 引起中風或心臟衰竭 如能及時手術治療 就能達到有效控制 我自身で何か異常を感じた時使用していただくことで 早期発見して早期の治療介入ができればと考えております 一介表示智慧穿戴裝置 既能幫忙疾病預防與治療 却存在各司法問題 以呼籲拟定医療使用相關規章 好讓民眾享有更完備的一致環境 T恤新聞の報道 來關注中国大陸遭到今年來最強的雨雪天氣 一連三天29個省市 全部降下大雪 交通意外不斷 雪地失控的轿車 就像變形的情人 怎麼喊也不回頭 車子先倒退滑行数公尺 再自轉半圈 眼看要往斜坡衝去 駕駛乘客選擇跳車逃命 不要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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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路上遇到的 蘭州是去河區 憨家河宮區上的那個大坡 跳了兩個人 如同電影特技班的驚險事故 發生在甘肅蘭州 8日上午 銀色交車在雪地打滑失控 直到撞上路邊牆面才停下 索性沒人受傷 但同一天一樣在蘭州 前往機場的水晴路上 很多人就沒那麼幸運了 受到大雪低微影響 道路結冰能見度下降 導致包括貨車 巴士 轎車 30輛車接連失控 連環狀 還有車輛發出爆炸聲響後 冒出大火 强大撞擊下 許多車嚴重變形 官方通報 這起意外造成多人受傷送醫 大陸從7號開始 遭受今年最強雨雪天氣清晰 一連三天 29個省市降下大雪 陝西西安多條國道被迫臨時管制 一度關閉115個收費站 針對有必要通行的當地村民的車輛 及物質保障車輛 我們加強巡落的同時 發現遇險車輛及次救援 兜售司機加裝防滑鏈 惡劣天氣九號雖然稍微緩和 但大陸氣象局提醒 好天氣只有兩到三天 預計11號將有新波冷空氣 影響境內大範圍區域 TVBS新聞顏瑞申 林敏珍 綜合報導 謝謝您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祝您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再會